各行各业受到疫情影响哀鸿遍野 主记总处公布了今年6月 失业率标破了10年半以来新高 对于正好不出校园 要展开求职的毕业生也有冲击 根据人力银行的调查 据新鲜人毕业已经超过一个月 只有22.1%的人找到了工作 高达45.5%的人 对于何时能找到工作没有把握 甚至还出现了降价求售的情况 期待薪资比起3月份减少了4% 他们的自评待业时间 3.2个月也创下8年新高 穿上学士服务绽放灿烂笑容 大学生毕业却只能看着 已经拍好的影片 说疫情影响 今年实体毕业典礼半步成 也连带影响新鲜人求职 不出校门超过一个月 只有22.1%找到工作 高达45.5%的人 对何时找到工作没有把握 有不少人失业放无薪假 职场老奶跟着来抢工作 新鲜人自评今年 待业的这个时间 可能要长达3.2个月 是创一个8年的一个新高 随着待业时间拉长 也出现降价以求状况 据人力银行调查 新鲜人期待薪资 比起3月份 有33258元 降为31916元 已经减少4% 坏的话可能会有个定毛效应 比如你要换工作的时候 你的前任老板 那你上一份工作大概是多少 开始一新的这样的一个影响 可能会持续一分 主机处公布6月失业率4.8% 也标迫10年半以来新高 新鲜人向往的产业也出现翻转 除了资讯科技业 金融业已久亮眼 原本排名第三的民生服务业 已经被教育政府单位职缺取代 内需服务业因为消费者的习惯 可能已经改变不回来的情况 它的商业模式也会改变 比如说有些数月的能力这方面 你可能要去充实 就算逐步解封 对内需服务业经济冲击 一时半刻也难以回升 年轻人求职之路举步维艰 G9章远春刘卫晨台湾到